大家好,今天是12月27日 2023年還有三個交易日,計算今日 基本上北水都是窩窩拖拖的 好了,再跟著看看 板塊方面,基本上有一半板塊升,有一半板塊跌 升的只是大致上1.7% 升得最多的五個板塊是資訊科技 消費電子、軟件服務黃金和汽車 這也是跟軟件業方面有關係的 這三個 一直以來是黃金都是站在比較近一段時間 站在比較前的位置 資訊科技今天升得最多 很簡單,因為有很多東西板彈 之前跌了27度 資訊科技方面,升得比較多的 就是會有一個 小過1元的,不要理會它 比較大一點的東西有 紅貓電子 還有外高集團小米 還有就是雲油科技 雲油控股和匯聚科技等等 在電子消費零售方面 基本上很多都好 不過很多的股價都是在1元以下 是海信家電 還有衛星這個就比較升大一點 這個在歐洲是一個很大的品牌 是值得留意的 另外還有其他軟件服務 就是蟬油科技等等 網易等等 這些是跌了很多 我再彈上來的 這些都是一個反彈的格局 今天來說 金屬和黃金方面就很簡單 金屬和黃金方面是受到有些支持的 汽車 基本上全部板塊都 汽車基本上很多都可以 這個表現較好 那就是 這些這樣的 蔚來這些 有資金的 中東資金支持 下面就升了上去的 有一件事要留意的 這裡沒有的 就是小米 應該明天會公佈它一個車款的 好了 我們首先看看這個 個別股票的表現 由於之前星期五 有些個別股票 是跟遊戲股有關的跌得很多 例如好像騰訊網易那樣 今天有一個反彈 回來 真的反彈都還沒有回到之前 他們那個 跌下來的那個位置 所以這個大家值得要留意一下 大市方面 其實現在這裡這個位置 都是回到之前的位置 留意在這裏 之前一直說 這裏是165這地方的 165164 今天我們去這個166這個上面 最低都是164 然後去166上面現在 基本上 應該在接下來的兩天 是有條件 是升穿這個保里加通道的 是中族 會不會去到這個是 即是上族那裏呢 上通道即172 就這次敏碎一點了 因為是上個星期五下跌了這麼多 如果不是的話 那幫人應該是 那些大佬應該是 把他推上來 保里加通道的 是頂軸的 那我估計呢 他們心未死的 現在將會繼續上去 好了 今天可以留意的股票就是中石入 沒什麼消息的 中石入沒什麼消息 我們可以留意的股票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